前任台湾执政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 政委兼国安组召集人陈希帆 于9月16日周四访美 晚间七点在落桥中心应桥团之邀 将发表专题演讲中华民国外交几两关系 由于陈希帆之前任内长期驻镇美国 并且与美方关系颇有渊源 此次演讲将深入探讨台美中三方的关系免费入场 针对此事主办单位于9月3日星期五 在落桥中心召开了记者招待会 我们来看一下当天的记者会报道 召集人高启正表示 由于陈希帆自1988年曾任职台北驻洛杉矶办事处处长 并于1997年至2000年任台湾驻美代表 12年在华府的耕耘 对于现在变化中的两岸关系及台美外交的发展 都将有筋辟入理的解析 是了解台美中三地外交的良机 陈希帆虽然离开外交部以后 他一直在政府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目前是智库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人员 来替国家制定很多外交国防这方面的政策 所以陈希帆当然很有学问 他的英文程度很好 他也做了很多书 那么他的国文程度也非常地好 所以他讲话很归梭 所以我相信他来到这里来做演讲 一定是可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一定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演讲会 那他呢当然对国家的很多重要的政策 十分地了解 所以我相信在那个场合里面 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 我们今后外交的政策 或者是关于国防方面的一些问题 我想他都可以给我们做很清楚的说明